泰晨宫里欢声笑语 空气中飘散着甜甜的香气 叶华竟然是白浅 不知道听思命说了什么 笑得正是开心 叶华望着白浅的笑脸 觉得所有的劳累都烟消云散了 顿时觉得心情舒畅 凤九正端了糕点和菜饭走过来 看到林墨脚下一顿 又看见他手里端的御挽 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 因为叶华和白浅过几天要承接天君 天后 继位的八十一道荒火和九道天雷 所以天君叫林墨帮衬着点夜滑 帝君看见林墨手里的御挽 看了眼崇林 崇林无奈地笑了吓走开了 林墨见帝君盯着他手里的膏便对帝君道 这膏很好吃 帝君要尝一块吗 连颜颂看了眼帝君道 他这人不爱吃点的 爱吃酸的 拿了块膏便吃便对帝君笑 一边的思命对众林道 看来成郁元军和三殿下是和好了 他们几个人说完正式的时候 菜饭也都好了 在太成功吃饭 思命早就习惯被虐了 图片 阿黎和阿元也早习惯了自己抢肉吃 不过今天思命挺高兴 因为还有林墨陪他受虐 饭桌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林墨在 思命觉得这三个男人一个比一个殷勤 帝君更过分 非得说自己手受伤了 叫凤九喂他 阿黎对帝君道 东华哥哥 我看你有了我凤九姐姐后 生活自理能力越来越差 还不如我弟弟呢 帝君 我手有伤 阿黎 我看见你抱凤九姐姐时还好好的呢 帝君撇了下嘴道 就是因为抱你凤九姐姐受的伤 凤九赶紧给帝君嘴里送块膏道 快吃吧 林墨开心地吃着饭 一点也没受他们影响 一回他端起酒杯兑凤九道 谢谢帝后的饭菜还有那天出手相救 他这话音一落 几个人的筷子全都停在了半空 连送道 你刚回来 帝后他上哪里救你 你弄错了吧 图片 林墨很诚挚地道 不会弄错的 帝后抱着我识 我看清楚了 又道 我跟帝后确认过了的 他见众人都瞪着他好像不幸 又道 我刚醒过来 又急着回来给义父祝寿 到了天宫时 失去了法术在多罗树上休息时 掉了下来 帝君 没摔死 林墨说没有 又道 一群孩子们把我玩了一顿 正好帝后过来把我抱了过去 连送 抱了过去 众人都八卦地看着他 林墨 我失了法术便回了原形 所以帝后他抱着我 为我疗伤啊 众人听完了又都看向帝君 帝君刚刚给凤九夹了块肉 手一抖又掉了下去 连送交道自己碗里 坏笑道 东华 你这两天火气大 适合吃素 承议桌子下边狠掐了连送一下 众人吃过饭后离开太成功时 连送看了眼帝君对着私命道 你没问问帝君 帝后就林墨的事要不要写进书里 图片 私命 三殿下你可别害我 我可没你那一凶的不死之身 滚滚和闪闪在天津的寿宴后 和胡帝白纸一起回了青秋 众人一走 太成功就安静下来 凤九一直在厨房忙着 折颜烧来些不要给叶华和白浅 她姑姑虽然比叶华大了九万岁 可啥都不会 现在穿啥都得她姑父给准备 毕竟老人家明明啥都会 可现在就跟个三岁孩子适得 一天到晚叫小白 凤九把补药煮好 出了厨房时月色出上 凤九到了大殿见帝君拿了本佛经在看 可他一进来帝君就用佛经挡住了脸 凤九看了眼崇林 崇林笑了 凤九知道帝君又闹脾气了 反身出了大殿 帝君看凤九出了大殿 委屈地道 也不知道来哄哄我 崇林偷偷地笑了 太成功里夜风微凉 清廉飘香 凤九走出大殿 抬头望向一轮圆月 想起帝君无数次在圆月侠背着他散步 心中一片温暖 这几日忙碌 谁又多 自己无意间还抱了林默的原声 想到帝君的小性子 凤九摇头笑了 他走到佛林树下施法 花瓣纷纷扬扬落进他撑开的衣裙里 凤九回到请殿把花瓣铺满了房间和木榻 又开窗招进了些萤火虫 其实凤九从来都不是浪漫的人 不过他觉得帝君喜欢 凤九换上帝君最喜爱的紫砂薄裙 他躺在木榻上换了几个姿势 都觉得不够妩媚 凤九的风月知识都是来自帝君 所以引诱别人 他也不太知道摆个什么样的姿势 等了半天 帝君居然还没回来 他又从柜子里面翻出个东西 包好了江木云送过去给帝君 帝君见凤九走了很是委屈 三手指着下河发呆 想回去找凤九又想凤九来哄他 图片 一会儿木云过来给帝君个东西 丛林很奇怪 明明见帝君都笑了 怎么出了门又返回来把佛经给拿上了呢 帝君推开请殿门时一愣 他和凤九大婚后 凤九第一次为他做这样的事 心中很是感动 微弱的荧光里 花香涌动 凤九一袭紫砂薄衫 青丝垂在胸前 半侧身躺在软他之上 那张志祺有妩媚的英焚小脸对着他 倾起朱唇软软的叫了声夫君 帝君全身像是过了遍 手翼软佛经差点掉地上 但帝君立刻稳住了心神 委屈地撅了下嘴 坐到了躺椅上 用书遮到脸上说 本君先跟身后 凤九觉得很是失败 怎么我一个八荒谱上排名第二的美人 连自家夫君都拿不下 凤九下了床 在帝君身边转了圈道 新学了飞天舞练习一下 他要知青转肩群魅飞扬 妩媚的脸上一双多情慕似秋水流转 凤九边跳边看向帝君 可是帝君脸上的那本书就没拿开过 他有些失望 图片 凤九不知道那本书对帝君来说就是透明的 帝君看的是热血沸腾 凤九的性格那是越失败越有斗志 跳舞不行 那就近身肉搏 凤九走上前拿走帝君的书坐进他怀里 小脸贴在帝君的胸上 十指缓缓地在帝君的肌肤之上游走 心想 今天你就是块石头 我也得把你拿下 要不多给九尾狐丢人啊 凤九一点点打开帝君的衣衫 双唇在帝君的唇边游移 右亲吻在帝君胸前的那只佛灵花之上 帝君的身体一僵 紧紧地抱住了凤九 凤九抬头坏笑道 你不是仙根稳固吗 不用管我 帝君 可我还是个英雄 英雄难过美人观 图片 凤九轻声道 那你都有美人了 还生气吗 帝君低沉的声音道 今天先不气了 帝君今天的吻热辣又霸道 像是要把凤九融进自己的身体里一样 帝君把凤九抱到床上时 凤九望着他俊美的脸 凌乎地想到自己永远都过不了帝君的关 取酒后帝君把痛埋在凤九的胸前委屈地道 小白我们回避海苍林不回来了好不好 凤九 为啥 可我姑姑和成玉他们都在这呢 帝君小声道 天宫太危险了 动不动就掉下个不死鸟 一会又自言自语道 要是祖敌在就好了 凤九道 什么意思 帝君意汉地道 祖敌可以逆转时光 我可以在多罗树下修个坑 把仓河丢进去 凤九道 东华你太坏了 帝君 有点 帝君转回身抱着凤九道 夫人我又有点生气了 你再哄哄我 凤九 你 当凤九营林般的笑声飘在太成宫时 莲池里的那条大鲤鱼欢跳了一下 觉得自己有希望到修成人形了